人性话题来关心 我国消防员自费组团 参加世界锦销运动会被爆出 紧争署官员阻止选手们拿出国旗 理由是比照奥会模式 对此内政部长林又昌在脸书发文强调 已经指示代表团的官员们 可以不用有所顾虑大方把国旗拿出来 而赛事现场也传来捷报 台湾的锦销健儿们 已经夺得了一金三银一桶的好成绩 大家也秀出了中华民国国旗享受荣耀 站上颁奖台 身上挂着的金牌闪闪发亮 来自苗栗消防局的徐浩瀚 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锦销运动会上 以角力项目涌夺金牌 紧接着南投消防局的林冠宜 分别在建美和建体项目双双夺下银牌 加上冲浪项目 台湾消防健儿已经在市井运 夺下一金三银一桶 不过也有选手居然被自家官员刁难 同样来自台湾 桃圆消防队的黄玉敏 只是在开幕式上拿出国旗 却被自称警政署的官员 强势阻止 好一句代表内政部这句话传回台湾 内政部长林又昌在脸书发文澄清 已经跨海指示代表团可以不用有所顾虑 大方把国旗拿出来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国家的代对观 或者是任何有代表性有身份地位的人物 对自己的国旗是这么的不见 以Chinese Taipei参赛是迫于中共打压 无奈之下的折衷做法 选手们气愤的是明明代表国家参赛 但对观却不敢说国名 拿国旗 如此画地自现 现在政府发话 让选手们夺牌领奖时 可以高举国旗 让世界看见台湾 记者领奖家李明洪台北报道